在台东美到东美气风强盛的时候 总是会有许多阳城让许多民众诟病 为此巴赫局也召开了第四次被南西沙沉防治推动 这次跟东大李延教授合作 第一喷植实验与台大大气科学教授林伯雄 人工争雨作业成果发表 努力之下 那我们今年可以意见的 可以看得到的就是风沙已经有大大的一个降低 那我想这是一个开始 不是一个结束 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召开防沙的一个会议 那我们希望以多元的方式 能够更进一步的防沙 那么希望也能够给我们台东的一个乡亲 更好的一个空气的一个品质 这是我们今天开会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么我们今天开会其中有几个主题 那么特别提出做一个报告 第一个那么就是除了我们本身相关 这个防沙这些寿司以及这些方式以外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台东大学的李教授 针对这个第一的部分 那么做一个他研究的一个报告 那么如果整个的一个研究的情况良好 那么我们意计在一百年 那么我们会正式来事半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的部分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台大的团队针对 这个人造雨的方式 是不是在适当的时间 也能够针对防治风沙 有它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 这个当东北季风药仰起之前 那么整个气候环境都非常好 那我们就准备来做人工造雨 那希望以水覆盖的方式 那么能够降低它整个的一个风沙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天等一下 会经过详细的一个讨论之后 那是不是从研究 那到正式的一个事半 到未来它可行性的评估 那今天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 边南西沙沉防治推动能有效降低 高卫民的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